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将近400个烧伤严损儿家庭 走过艰辛的附建历程 为了要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邀请知性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他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健 直皮手术的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的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的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他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 他的手就是晚上都会常常都做翁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额梦 因为他是才十个月大的时候 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吸血做复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他聊聊天的 他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 福建的那个服务经验都很丰富的 基金跟我们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一位医生 赠了钱就 赠了钱就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椅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进行镭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猛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啊 身体有的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也因为越来越黑 你看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大力 你可以记住过来 他这个脸啊 其实做了五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要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看个去吧 从小都是很活泼的 他在小一的时候 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他还是都说没有啊 过来过来想一想的事想说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他怎么了 他也就是说你懂吗 打蕾式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你怎么面对的 你看他们讲 我到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而且痛的时候 不会痛 喜欢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自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郑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的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好的 然后细细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这样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论假设恶意 但是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是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地展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显得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跟他们的护照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安全网 我觉得在他们最后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永有人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这一次我知道 就是阳光来进入到校园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心理师跟治疗师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这些悄伤严损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烧伤严损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从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阳光基金会每年服务约400位烧伤严损儿 从前端生理附件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支持烧伤严损儿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全国屋林超过30年有500万户 台北市也超过70万户 显现居住安全不能等 为了要推动围老都更有良好的沟通平台 每年举办高峰论坛 就多元面向启发全国对居住正义与安全的重视与关心 第十届都更新展望论坛展开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动 公办都更愿景 围老重建 都更展望等主题来探讨 创造产观学界都更交流 我们这次的论坛已经是半地十届 有关国家未来民众对围老都更 我们超过都更总会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题跟往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往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年来实施都跟三罚前述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条例的前面关心 现在的队队可是越来越坚了 连外岛马祖金闻恒普地区 也都开始进行老旧多庚的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我们台湾 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我们国内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的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老都更的教后 内政部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更 围老政策上 由他努力深入了解问题修法科普的坚持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更围老 推动得更广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们都更和围老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大概一年围老案件全国大概可以超过800件 都更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而且来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都更加围老 产官学之间结合起来的那一个量能 更多光注整个城市环境的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今天这个题目 都更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论坛阐述及讨论中央及地方都更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认识了解多元都更展望 也协助政府未来制定相关法规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更的效益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流感疫苗开大 台北市长蒋万安到仁爱医院视察 副市长李四川符合公费施打年纪 也特地带头施打 流感疫苗开大 针头打下去 小朋友忍不住爆哭 台北市长蒋万安抱起小女孩安抚 小女孩就瞬间不哭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公费流感疫苗开打 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 及六个月以上婴幼儿等十类对象接种 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 配合开大期程尽速完成接种 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安排上面 包括了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 我们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烈球菌 一起来规划 为我们市民的朋友开始施打 那入秋之后 都是我们流感好发的期期 所以刚刚了解 我们流感疾患症的就者人士 也开始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希望能够确保市民朋友的健康 所以包括65岁以上 我们也开始施打肺炎烈球菌的疫苗 那对于孩子 包括高中心以下 今天我们也在几个地方 校园开始施打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加强的宣导 让市民朋友了解 什么时间 如何资格 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 另一方面 虽然疫情趋缓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轻忽 另一株它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样 会来施打 新冠肺炎的疫苗 所以这一次 我们除了规划 三种疫苗 针对不同年龄层 另一方面 我们特别关心学校 还有在第一线 我们市府同仁 服务市民的健康安全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开放 包括我们高中心以下 原本非公开疫苗的教职人员 另一方面 我们市府在第一线灵会的 员工 服务人员 我们也让他们施打疫苗 那我想这一次 我们开始施打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机会 将相关的资讯 向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 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相关 得到扭感 以及后续并发症的产生 施打疫苗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 不管是告诉周遭的朋友 涨肺 或是关心孩子的健康 我们都希望 保护这个机会 有相关的疑问 都可以来询问我们 市政府 卫生局 在上面有相关的资讯 所以大家 利用这个机会 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那最后 我也要谢谢 我们严谊说的同仁 大家非常的辛苦 对这一次施打疫苗 在事前的准备 以及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规划上 其实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努力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 视频朋友 任何意见 告诉我们 随时来进行调整 修正 希望在整个医疗事项 过程 能够非常的顺利 最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 抵抗健康 我们在 什么资格接种 什么疫苗上面 我们都有一些文宣 有一些公告 那如果民众 不一定很清楚 可以看一下 我们那些 相关的公告 那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直接到相关的医疗院所 那相关的医疗院所 在接种上面 他们也有一定的流程 会去确认身份 那符合资格的呢 当然我们就会 进行相关的公非疫苗施打 这是两个方向可以去做 我想 两个方向来做 就是说 第一件是 我们刚才疾管科 有跟我们回报了 就是说 如果家长 他不愿意 他的小孩 在准备要接种的时候 其实可以问一下 接种的护理人员 或者是医师 问一下今天 这个小朋友要接种的是 哪一个厂牌 那如果是他不愿意接种的厂牌 那也许不一定是高端 但是就是他如果不愿意 接种这个厂牌 那可以当下跟这个执行的 护理师或医师讲 那他们可能就不会接种 因为接种疫苗 要打在人的身上 还是要同意 那他不愿意接种的话 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 那第二个我们会采行的方向 就如刚才市长所讲到的 我们会再跟疾管署去反应这个情况 那有的疾管署统一来决定 到底未来 如果遇到相关的公费的疫苗 比如说高端等等 那老板一般的民众不愿意施打的话 有没有怎么样的方式 让民众也许挑选疫苗或怎么样 我想这个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决定 左边打流感 左手打流感 右手打肺炎链球菌 那接种的间隔的话 可以同时接种 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 你不管接种什么疫苗结束之后 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 因为少数的人 还是对于接种疫苗相关的 比如说左剂等等 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 比如说局部 局部接种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红肿热痛 那当然有的人 在接种的当下 可能会身体不舒服 晕症 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接种疫苗会引起全身性的反应 比如说 极少数人会对疫苗不适应 会发烧等等 这些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市民朋友 可以回到医疗院所 来让医师做专业的判断 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等等 那要澄清的是 多数的疫苗接种完成之后 其实不需要进一步的医疗上的治疗 大部分的红肿热痛 跟局部的轻微的发烧等等 这些都会自然的痊愈了 台北市今年共有378家流感疫苗合约医院 提供接种服务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便利性 国小、国中、高中职及五专 一至三年级采校园集中接种 预计办理301场校园接种 另外12区公所结合理办公处 设置539场社区接种站 鼓励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一、二、三 防流感打疫苗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预估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为了要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认知障碍甚至失智失能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涌健班 结合心理资商师与运动中心的教练 帮助照顾机构增进健康促进技巧 滑球 跟着体势能教练的口令 长者拿着弹力球 将球高举换手 或是将球夹在腿间 轻轻施力 透过弹力球运动 在安全的情况下 帮助长者训练四肢 肌耐力 我们课程安排主要是利用 刚刚看到的那个抗力球 瑜伽球去做运动 那这些运动会包含 例如说手举高啊 往前推啊 这些方向性的定位 因为这些长辈们 他们有一些失智的状况 那程度不一 有的很轻微 有的很严重 那其实我们会是 设计课程原理 是用MMSE的检测方法 他是在辨别那个长辈 是否有那个失智症状的 一个检测 对那通常会是 心理师他们在 在评估长辈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 失智前期状况 会用那个做评估 那他们上有 时间方向的定位 所以从在做 这些动作的同时 也在让他们大脑做刺激 可能要往哪个方向 他们去辨认 那刚刚在教学的时候 我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禁止 所以他们要随时 即时的切换他们的方向 对他们来说 大脑是一个刺激 然后我们希望 让他们的全身性都动到 就是手臂啊 那不会只有说 只有往前 因为有时候 长辈可能需要 手举高 然后下半身的肌力 也要顾进去 那因为有些长辈 体力比较缺乏一些些 所以我们为了 风险期间 我们还是以坐则为局多 拿起画笔 缓缓写下日期 再贴上照片 联合医院临床心理师 则是透过艺术治疗 带领长者 悠游生命的河流 一起生活中的点滴 并且分享人生故事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 是主要是设计 对于一些失智的长辈 那我们设计 主要会依据 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然后每一次都会使用一些 艺术方面的一些媒彩 然后来诱发他们能够有动机 或者是能够愿意去分享 然后也比较能够 不会去排斥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会从他们的幼年时期 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每个人在人生的阶段 到最后的时候 很需要的一个部分 是要统整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那如果说他能够对他自己的生命 能够感到满意 或者是在一些回顾的过程中 他能寻求一些意义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人生或者是能够更圆满的 那所以在这些长辈里头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说 因为有失智的状况 但是其实他们的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的 那他们也需要这个机会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 可以更圆满更顺利 这样子 为延缓长者出现身体衰弱 任职障碍 忧郁 甚至失智失能的情况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在地资源 开设失智多元课程 永健班 以运动 认知 苏星为三大主轴 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三个月 期望将课程内容 推广到社区及机构 以延缓长者因机构化 所造成的退化与失能 大同区在112年1月份开始 我们的老年人口数已经到了21.28 就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 那为了预防我们长者的智能的退化 或者是说体能的衰弱 忧郁甚至于是失能失智的部分 那我们跟运动中心 还有跟我们社区的一些机构来合作 那设计了有关于这个预防体能衰弱的一些激励的运动 以及一些智能部分的一些训练 一些多元化的智能教材 包含大富翁这一个活动 让长者可以在训练智能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多了一些社交的互动 那另外也跟联合医院的全关心理师有了合作 让他们进入社区提供长者一些抒压的活动以及课程 那课程中长者也都得到很多的这个体能在训练上面的增强 以及能够在智能方面的改善 那另外也能够有一些抒压的作品 让他们回顾以往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健康的维续他的生命 非常感谢大同中心的那个整个的安排 对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长辈的照顾 那对长辈的一些活动办理都非常的好 那也给我们长辈有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良多这样子 那对我们的员工正是有更好的那个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员工知道如何带长辈 让长辈能有更好的 对他们更有帮助的一些活动 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产长跟学习 那未来我们也会更努力在这方面 对长辈2.0跟日照机构这边的帮忙 那跟配合政府把这个日照机构的长辈照顾好 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是比较中重度的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的照顾员我们就是比较有经验 我们都曾经有在安养机构照顾过长辈 所以我们收的长辈就是轻度的比较少 中重度的我们收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功能虽然比较不好 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辛苦 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也很认真的在做 也很认真的跟着活动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在认知方面 他们就是会学着抢答 会学着回答 会试着配合运动 所以对他们的肢体活动 跟他们脑部的活动 对脑部的一些他们的语言的表达 这认知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有进步很多这样子 根据统计截至112年1月底 大同区老年人口数达到 11万2584人 老年人口率为21.28% 已进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营造失智友善社区环境 扩展社区照顾服务资源 维系长者健康 延缓疾病的发生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首座三级处理的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工程 正如火如荼的赶工 其中水资中心净化污水核心的MBR薄膜 预计明年9月完工后 每日可以处理4万吨生活污水 并产制1万吨的优质再生水 被台北市长蒋万安细称像面线一样细的MBR薄膜 却是净化污水的核心设施 连大肠杆菌都可以过滤掉 所以MBR薄膜就是生物处理的核心 它是藉由它0.04μm的孔径 来过滤污泥跟大肠杆菌 把它拦除在薄膜之外 所以产制的水质是非常的透明清澈 我们是先将模式放到生物反应室里面 当系统运转以后 模式会产生负压 会产生残损 它因为这个模式的孔径只有0.04μm 所以大概是这个底肩的万分之一 所以大部分的污泥跟 甚至连大肠杆菌都被过滤了 3.1 请起到 在台北市长角湾与市议员秦桧 美国大臣洛杉矶 因为我们第一座 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三级处理 它的核心就是MBR薄膜技术 而MBR薄膜技术就是水质净化的心脏 而这个心脏的下水 其实表示我们离完工 迈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我们特别以民生社区 作为一个散区域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不只是民生社区 包括河滨公园以及松山机场 国际货运点都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技术 提供再生水 那同时我们刚刚听过报告 未来也建置了6600公尺的再生水 述水管网 我想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社区 对台北市未来整体污水的进化 的技术再次的提升 台北市我们因应极端气候 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包括5月12号我们也参加了 翡翠水库原水管工程的贯通典礼 那预计明年年中就会完成通水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2030年 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够完全的自主 而且希望我们的三级处理的比例 能够达到50% 届时我们在全世界各主要层的排名 就往上提升 我看了那个表我们就会超越多三级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进步 根据统计台北市目前污水接管普及率达 81.63%为全国最高 长度可以绕台湾两圈半 由于目前台北市还有30%的污水 要运送到巴黎污水厂处理 为了因应未来生活污水量的暴增 台北市政府规划2030年台北市污水处理能完全自主 而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就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将新建滨江厂及设置岛厂 我们现在主要大的计划 在民生资源中心完成之后 后面其实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在滨江水资源中心 那目前这个计划 已经送到内政部去做这个 征收的相关的审议阶段 后续我们是预估在 今年底到明年初能够开始启动这个工程 那另外就是在设置岛的部分 设置岛是一个我们市政府区段征收的计划 那那边的这个整个开发 其实如果能够在那边有一个水资源中心 就近来处理区段征收所发展出来的 都会形态的这个污水的话 那对周遭的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未公处方面同时说明传统二级污水处理厂 与三级处理厂的放流水质差异 新加坡也采用这套先进的剥膜技术 传统二级处理主要是借由生物池里面的 微生物来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 分解完之后经过二层池 再把二层池里面的污泥利用重力来沉降 达到固体跟液体分离的效果 所以它所需要的面积比较大 处理的水质也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我们日常采用了三级处理技术 污水经过这个维塞机过滤栏杂物之后 就会进入这个生物池 还有NBR的过滤单元 可以将有机物进一步的过滤 所以处理的水质非常好 然后在经过紫外线的消毒杀菌之后 排放到基隆河 然后一部分回收产制成再生水 以民国九十一年厨艺的民生污水处理厂 作为基地建造的民生水资源再生中心 工程总经费二十一亿八千万元 民国一百年四月开工 预计明年九月完工 主要收集南港松山信义等区的生活污水 处理后就近排入基隆河 园区内除了地下层的三级污水生物处理机房 还规划有包含环教馆在内的七层楼建筑物 未来结合栽水松山家站及敷衍公园等周边设施 将成为完整的水资源环境教育园区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在台北市大岸区龙生里内 又多了一处休闲好场域 位于复兴南路二段220号的龙凤公园 新建若晨 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就特地邀请大众来现场游玩 精彩的表演搭配多元的摊位 让老少热闹过周末 捷运科技大楼站对面的龙凤公园上周末落成 在地龙生里沈凤云里长广邀各级长官及民众 一同参与典礼及中秋佳节活动 包括副市长林一华北市客委会许世勋主委 市府多个局处及附近国校国中校长 以及多位议员及主任参加 乡亲立民也踊跃参与热闹非凡 大安区龙生里112年的中秋佳节 以及龙凤公园落成典礼 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来了很多单位 来跟我们共襄盛举 来了很多礼民来一起共欢我们 属于龙生里的一个庆祝活动 单位我们今天有台北市环保局 召音科以及资源回收科 还有台湾电力公司国税局 还有来了三十几个单位 还有我们台北市客委会提供了客家一些美食 以及客家麻糬 供县长观众来品尝 那时候来到社会住宅 就真的因为我们里长很坚持 所以从他这个刚刚讲故事 就现在换到蒋市长 蒋市长都说我们要请听民意就对 听里长有时候对地方上什么建议 就一定是大家的最大的声音 所以呢你看我们今天做的公蛋都更 又让龙生里多了一个公园出现 然后再来连通道 尤其我们他以后过马路不用担心会有危险 还有呢我们长辈的照顾 还有现在讲市长都希望他多生小孩 但大安区非常缺什么缺托音 所以我们以后这边是全部应有尽有 非常的各种社区的功能 真的是完全的完全什么 大家想到什么就有什么 好真的是要非常感谢 而且这家我们又好的学区啊 你看一条龙啊 从这个有拖音中心 到了幼儿园小学国中天啊 这么好的学区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是好上加好 我们再给龙生里一个掌声好不好 今天很高兴来到龙生里 那一方面是一个中秋节的活动 那沈凤鱼里长真的非常的热心 龙生里有沈凤鱼长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 所以在这个佳节先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另外今天也是我们龙凤公园开张 所以说将来我们龙生里也会多一个居民休闲的空间 所以真的希望我们这个龙凤城翔 龙生里就是大家平安幸福 因为我们的孩子来自于龙生里 所以跟平常就跟沈里长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沈里长呢他用心于社区 所以呢也是照顾我们的孩子 所以沈里长有任何的活动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以及参与 这个就是代表学校社区一家亲 谢谢沈里长的邀约啦 今天龙门国中的合唱团也会在这个 中秋节的演员会活动上面会有演出 那学校跟社区本来就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非常乐意参与这样的活动 也让孩子也谢谢里长提供一个舞台 让孩子有所展演 所以我们会更紧密的跟里长这边来做合作 开场表演就由湘英国乐团 带来客家景点歌谣 推广传统民俗音乐 同时促进社交 把客家音乐传递给大众 我们今天前面两首表演的是客家歌曲 一首就是生命演讲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客家的国歌 客家本色 这两首也代表客家的风格 我们湘英国乐团 正式用湘英名称是在民国九十年 那他的前生是在八十六年的时候 原来是一个小班子 后来因为经过客委会的协助 我们这九十年成立了一个大企业 这一方面的 有专门学过这种国乐乐器的 包括这些科班的 所以人员我们讲实在话 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休闲 所以我们都没有很限制说 你一定要会怎么样 你只要能够跟着我们拉就可以了 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就是要发扬这个客家的音乐 因为客家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概九十年的时候 因为客家的音乐 尤其在国乐方面 讲实在他的曲子很少 那有大部分都是唱歌 客家歌比较多 那客家歌他也并没有广泛的推广 只限区域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去重新协 协助客家音乐 然后我们每一年定期 会在中山坛办一个定期音乐会 这个龙凤公园 我觉得感觉很好 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很怕来很舒适 很怕舒适 但我们里长很尽心尽力 那 你会不会希望里长长往半价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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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胜利 陈凤云里长 不仅为在地某福利 争取空地绿美化 让大众多一处休闲空间 同时也为客家文化传递努力 在中秋前夕与乡亲李明 在地人士一同欢度周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北市交通事故 逐渐攀升的9月 其中在机车事故 占整体事故的77.6%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推出了交通安全业活动 呼吁机车口诈 保护自己 也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我身为驾驶人时 经路口遵守停车 让行人先行 我身为行人时 遵守行人号制 走在行人穿越道 不滑手机 随时注意周遭状况 台北市长蒋安大声宣示 象征维护交通安全的决心 9月是开学季 许多大学陆续开学 不过根据台北市历年交通事故统计 9月起到年底也是交通事故 号发期 其中机车事故更占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 9月交通安全业活动 推出机车新学期 安架斗阵型补助计划 向鼓励年轻人 考取机车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针对领取机车驾照前三年 我们发现 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 我们也推出相关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 我们的年轻朋友 当你满18岁很兴奋 要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 之前都能够上我们的驾训课程 所谓的驾训班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补助 我们配合中央我们总共补助 3700元 鼓励年轻朋友 考驾前 先上驾训课程 我们发现 经过统计之后 上了驾训课程 之后 考取驾照 上路以后 能够大幅降低 造势的风险 可以降低56% 的违规风险 降低35%的造势风险 教育局长 谢明洪进一步表示 驾训班 课程补助分为场训 及考照后的道路实际体验 北市府与中央 共补助3700元 呼吁市民多加利用 一个场内的训练 一个叫做道路的训练 一般他们的收费 大概都4000多 那我们为了 要鼓励学生 就是去场内 给教练去教导 比较完整的 那个 骑程技巧 而不是在路边 给朋友 给爸爸妈妈这样去学 我想这个 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们鼓励 这样的一个性质 我们自己 台北市政府 有补助1300元 每一个学员 那至于 考完以后 他拿到驾照 我们也期望 学生在教练的 整个带领之下 实际到道路 去体验一下 道路可能的风险 驾训专家强调 目前国人考取 机车驾照 主要还是以自学为主 因此透过驾训课程 让学员有系统的 学习安全驾驶 才能将事故 发生率降低 透过一个 课纲式的一个教学 比较能够 将一些操作的细节 就是有系统化的 教学下去 那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 摩托车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 这个肌肉协调的一个 一个交通工具 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稳定的 交通工具 所以透过驾训的过程 可以将这个 这个事故的发生率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说在解析煞车的训练 那在时速大概60公里的 情况下 能够把车很稳定的 把它停下来 其实这个需要 这个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讲完透露 在长子大宝建议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红的 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后觉得非常写实 也更期盼年轻朋友 考取驾照前 先上驾训课程 保护自己 也同时确保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当自己认为技术 纯熟 技术很好 更要特别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护自己 也要确保其他用路人 行车的安全 响应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号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也推出问卷抽大奖活动 更将在三处人潮聚集地点 办理快散活动 宣导人本交通 停浪文化 因为每个人 都可能是车辆驾驶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礼浪尊重 才能建构 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导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 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 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以及立委参选人林沛祥的 基隆市联合竞选总部 10月15号正式成立 天气大好将近5000名支持者 涌进现场高声呐喊动算 力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进入总统府 立委参选人林沛祥进入立法院 担任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的 基隆市长谢国梁肯托大家 总统支持侯友宜支持蓝白河 立委票投林沛祥 让中华民国台湾和基隆持续发展 请大家全力支持林沛祥 一定不会后悔 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那国梁也会跟他 如同兄弟一般 一起攜手努力 替我们基隆市的民众 打造更好的未来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支持我们侯友宜 来竞选我们的总统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但是 只有国民党我也都说了 这一次要独自胜选 恐怕并不容易 所以在场的我们的相亲好朋友 我们也支持 继续支持我们蓝白的合作 唯有这一次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下架民进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立委参选人林沛祥强调 他当选立委将全力支持谢国梁主政的市政府 也会为基隆人争取更多预算和建设 特别是国道通勤客运的改善 让我一起帮你忙 把我们的家 未来的基隆市 变得更好 并且让世界更喜欢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所以佩祥 知道说 现在我们基隆 就很需要中庸主委的倒查缸 也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跟你们的鼓励 所以佩祥知道 我如果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我就代表基隆 在基隆 在立法院代表基隆的声音 把我们的需求讲出来 大家都通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亲自到现场 拜托支持者 让侯友宜当选总统 林佩祥当选立委 国会立委一定要过半 我们市长需要他 将来我们的侯友宜总统也需要他 有了林佩祥当选 就让我们的基隆 太多太多需要改变的事情 能够结合我们最优秀的市长 年轻的市长 年轻的林佩祥 跟我们的侯友宜总统 一起来改变基隆大众好不好 好 包括国民党基隆政坛大佬前市长林水木 张通融以及前立委徐少平 前议长蔡旺廉 宋伟丽 以及现任副市长邱佩玲 和国民党籍现任市议员 里长及各界地方重量级人士 都到现场站台相挺 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到场致议 前来上台助讲的 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隆斌 中广董事长也是名嘴的赵绍康 以及立委陈玉珍 王宏伟 李德韦 曾明宗等人 更是带动现场气氛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压轴登场亲自肯托 他当选总统才能让台海安定 避免战争发生 也将力挺基隆建设发展 更将清查弊端 还社会公平正义 台湾的安全 以及全世界重视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略 保护于建设 侯友宜 这就是基隆人的力量 基隆人 改变台湾 让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把他查出来 还给人民一个公平的正义 侯友宜 铁翔 一起共同来实践 让基隆出发 改变台湾的号杂 从北台湾的北部 最北端 激人来改变 大家到底行好吗 要议要议要议 撞撞撞撞撞 撞撞撞撞撞 撞撞撞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某国小 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案之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 非常重视 更在林佩祥侯友宜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向学生及家长鞠躬道歉 基隆市某国小 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案之后 基隆市长谢国良 非常重视 更在林佩祥侯友宜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向学生及家长鞠躬道歉 同时采取三大精进方案 保障学生食用营养午餐的安全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这边还是要一鞠躬 来跟大家 以及所有的学生跟家长 来道歉 对不起 这两天 我们 有立即的开会 跟检讨 我们相关的作为 国良想提出三个精进的方案 来跟大家 来 请求大家的建议跟协助 不好意思 借我一下 首先 就是 从明天 上课日开始 我倆会在 上午 营养午餐 送达食材的时间点 每天 不定期的 挑一个公立的国小 我会亲自的跟 HACCP 还有我们卫生局的团队 来做一个抽检 就好像 上班的时间 我们会到通勤族 来关心需要的 通勤朋友一样 我希望 从未来的数周 有必要的话 就会持续下去 每天 一个公立国小 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些营养午餐的食材 跟学校厨房的状况 第二点 我们从明年第一季开始 我们的营养午餐 每人每餐 我们会提高食源的补助 由基隆市政府来负担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 是希望 孩子们 可以得到更好的共餐品质 可以得到更好的更健康的营养午餐 第三点 我从现在开始 会针对营养午餐 所有的细节跟进度 每一周 我会召开营养午餐会报 会跟各个校长 大家共同讨论 营养午餐的精进方式 并对营养午餐的供货厂商 包括最近出事的盛威食品 我们会进行最严格的检视 当然 或许这样子 还有不够的地方 我们也会继续的 持续的检讨 精进跟改善 以上几点 跟各位报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这一起一次营养午餐 造成学生不适的事件 市长谢国良表示难过及担心 经过讨论后 提出三项具体的精进作为 基隆某国小 发生一次营养午餐 造成学生不适的事件 引起各方关注 基隆市长谢国良 这两天积极召开会议 进行内部讨论 除了对学生及家长 至上歉意之外 也提出精进作为 进行改善 符合各界期待 每个环节 都要负起应该有的责任 包括我在内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点 我从明天开始 会去各校的国小 并且要让校长以下的 所有的学校同仁 对于每天营养午餐 送到的时候的所有的SOP 要唤起他们的重视 第二 我们每人每餐 决定提供食元或以上 让孩子能够吃得更好 更安心 第三 我们对于所谓的 德标厂商盛微食品 我们会全力的盯紧 他的每一份供货 如果他有问题 我们就会依法来研办 这一点我们都要做到 那这个我们对于教育家长 跟家长会的心声 那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看法 后续再跟他们来做 善意深入的沟通 市长谢果良强调 牵涉到学生 营养午餐的任何状况 都绝非小事 他也要求学校校长 与各单位都要格外的用心 来维护同学的食安健康 盛微现在得标 而且得到很多市占率 这个问题 其实在过程中 我们自己也觉得 是一个很需要关注的 所以我在9月多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跟正风处 跟正风处的团队 去讨论这种集中得标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也得到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必须要按照采购法 所以即便有一个厂商 它的这个得标 它是很集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引用例如像公平交易法 市占率过高 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去干预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从上任以后 我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包括要从我们的 营养午餐自治条例 要不断引进廉政平台以外 我们要提升 这个出事以后的一个罚缓 十倍甚至更高 这些我都希望 能够跟议会 攜手合作 尽快来落实 记者黄日生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